幾年之後 幾季之後 幾週之後 那本來沒有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demo一下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格式先 因為他return回來是數字啦 所以我先把它格式好了 不然每次都要改麻煩 然後我們就插入函數 那 我已經把雲端上面的那個 制定函數先貼上 等一下我再解釋一下這個怎麼做出來的 那各位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Function 那我在這邊多一個E-Date 底線Y 這個是幾年 Q幾季 W是幾週 那後面的話加兩個參數就是 給我一個日期 以哪個日期為基準 後面的話呢是 幾年 幾季幾週 那再來的話我其實最關鍵是利用這個 叫做 Day Add 這個是VBA裡面的一個函數 他可以去幫你 去做 某一個參數 年 季 週 或者其他的 的那個 你給他不同的參數 他會去幫你做計算 那你只要給 一個參數 加年加日期 他就會 Return 告訴你 你要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 所以呢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做出來了 然後呢 到時候呢你直接從什麼使用者定義裡面 找到 有沒有E-Date的底線Y 這個是我們自己建的 OK 然後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他會跳出什麼 一個日期 所以你直接給奧運當天日期 再加上呢 幾年 三年 按個確定 不過Return回來他一定有一個數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因為我已經格式化了 所以他Return的結果 就會是三年之後 那三年之前的話 方法一樣 只是把這個改成負的就可以了 那幾季的話也是一樣 插入環數裡面的話 會有個E-Date的底線Q 按個確定 然後呢 給一個日期 再給個幾季 那季的話 每三個月我一季 不過這個地方當然方便 三季之後的話 按確定 有沒有 日期就出來 週的話可不可以 7天 不過以往如果你要自己做7天很麻煩 那如果有這個函數的話 三週之後哪一天呢 那你不要自己算了 你就是 交給這個函數幫你 三週之後 他就會Return給你一個日期 你就用這個日期當 那個你之後要參考的那個日期 那就解決了嘛 所以呢 我們延伸出來有年 所以我剛剛把這個複字貼過來 改個年 改個季 改個週啦 中間間隔一列好了 OK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完成 那 怎麼做 我想使用應該每個人都會用啦 也許你將來 做好了 你也可以 再給其他人 叫他存成爭議期嘛 以後他也會有這個 計算那個年 季週的 函數 那做法上面 我們把剛剛的部分貼過來 我就把它貼過來 那最關鍵的地方其實就在這裡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程序 程序裡面 Function 然後呢 給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呢 我是自己取的 我覺得 EDATE的底線 這樣會比較好記 Y Q W 然後呢 給他 使用者要給你的東西 那最關鍵是這個 DADE 那我 我怎麼知道是DADE VBA裡面到底有沒有DADE 你可以打個V 其實我 我這個東西都是從VBA 電 裡面的話就會有啦 OK 所以在VBA裡面呢 到底有多少函數 其實很簡單 你就打個VBA電 就有這麼多 它會自動 從A 一直到 Y 就這麼多個 OK 那前面那個小圖形 啊 前面那個小圖形 一般是這樣 如果這個小圖形 這個大部分都是指的是 方法 去做什麼方法啦 不過 看起來好像有點對應的不太對 應該是個函數 不過他已經可能把函數 也當成一個方法 以後如果你看到 反正這個小圖示 這個都有意義的 一般就是方法 要不然就函數 那再不然的話 還有這個 這個還有什麼 一個 這個 就是 不同的 圖形 這個 這個一般是指 它的外部的物件 好 外部的物件 然後 還有其他的 也許就是 像這個 這個的話 叫什麼 Format Show 這個圖示我比較少用 其他部分的話 我想 那裡面呢 當然 所以你就看綠色的 所有的 VBA裡面的函數 有這些 那其中有一個叫 Date 但是Date 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也沒關係啦 其實你只要找到 然後呢 如果你要了解 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的話 請記住一個 F1 有沒有要放上面 按一個F1 F1 F1就是 Call Help Call Help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 這一個 Date的函數的 相關說明 都 叫進來 但是我講過了 就是說 這個說明 這個說明 它其實寫得非常的 就是不是很 人性化 你不要把它當閃文來看 因為它一定不通順 你要看關鍵的地方就對了 OK 所以哪些 就是說這個 全部看完 你應該會覺得很奇怪 不過你要知道說 知道 這個 你不要就是 鑽到裡面去 它實際上也許是翻譯的啦 翻譯的沒有很好 實際上它就告訴你說 傳回一個值 就是一個日期 然後內容 OK 關鍵就是語法 然後有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這個叫 Interval OK Interval值的就是什麼 必要的 所以你要 這個要 這個要不要 這個也要 Rumber Rumber的話就是 多少年 多少季 多少週 然後後面一個 Day Day的話就是 以哪個當基準 也是必要的 所以這三個一定要 那Interval有哪一些 我不知道 不過你往下捲動 有沒有 有這麼多個 那其中它能夠幫你 算的就是 年 季 月 跟一年的 數 一年的 日數 一年的 日數 這個是不是有點多餘啊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直覺啦 我不知道這裡面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因為一年 基本上應該365天 應該都是固定的吧 還是說這個可能有其他用法 日的話應該有一點多餘 因為日的話 已經我們本來就可以直接算了 所以這幾個可能 那一週的日數 這個 可能再踹一下啦 因為有些東西的話 它裡面 我可能有些也沒有說 每個都 巨細迷的把它使用到 還有就是說呢 10分秒也可以 那我就是利用這幾個 去做計算 至於有些細節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更多這邊都有 再來呢 它有一個叫什麼範例 跟請參閱 請參閱的話呢 日期的相關的函數 在VBA裡面還有哪些函數 比如像Dedif 但是這個Dedif跟我們剛剛用那個Dedif 又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有點類似的地方 Depad 還有Format等等的 我想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 其中的話 最重要是Ded 那Ad裡面的話呢 我就把Interval加進來 加上幾年 幾年的話是由我們使用者 給問我們的 然後呢 在一個基準日期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 結果算出來 返環回去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這些了 OK 那一樣的方法 後面的話呢 那當然還有個TIE函數 TIE的部分 也可以拿它來做那個 10分秒的計算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 再練習一下 有關那個延伸性的 年 季 周 那這個部分因為 我們內部的 函數裡面沒有 對應的函數可以用 所以 我在這邊 有 多寫了 三個 有關那個計算 比較常用的 像是年 季 周 這三個函數 那我所使用的 VBA 的函數 就是 DayAd 那DayAd裡面呢 主要就是 你可以發現 這三個函數呢 最大不同呢 就是DayAd後面加的 第一個參數 你給不同的參數 他就會幫你計算出 就是你不同的 也許是你要是計算年還是季還是周等等 當然DayAd呢 他除了可以計算 日期之外 他連時間呢 都有幫你計算 所以他有一個 所以後面 我有再加一個 E Time 底線H 不過他這個叫DayAd 然後卻可以算時間 感覺怪怪的 是不是應該叫這TimeAd 比較OK啦 不過他因為 等於是 已經幫你做好了 你也可以直接拿他來用 好 好